众人皆睡我独醒 林淑芬一到夜晚就深陷失眠地獄 好几次她都冒出清神念头 我家住五楼 曾经想说从五楼这样给他跳下去 很难过很难过 难过到说也不能吃也不能睡 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2019年调查 全台慢性失眠症胜息率为10.7% 也就是每十人当中 就有一人为失眠所苦 我们这个自律神经的功能 调控的功能 会因为我们学的年龄的增加 它调控的能力会越来越衰弱 自律神经中的交感神经掌管抗压 副交感神经主导放松 一旦失调 夜晚交感神经活性异常升高 于是我很累但我睡不着 就是这种感觉 自律神经的系统里面 那交感神经就像油门 那副交感神经就像刹车 医学上心律变异检查 能把自律神经具体化 圆球上白色代表交感神经活性 黑色代表副交感神经 健康者是各占一半的太极图 但失眠患者 这颗球则是一片雪白 它也是一样坐在那边 安静地坐在那边 可是它出现的太极图 是几乎全白的 延续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 它仍然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 这时候它是不是精神 还是非常的亢奋 然而睡不着又如何 意思说别小看 睡眠债会让你的大脑越来越笨 在这个熟睡期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脑细胞 它会缩小 脑积水液就会渗出去 渗出去到脑细胞之间 去冲洗冲刷 睡眠可让脑积水液 做到好的洗脑效果 脑子洗不干净 那么阿兹海沐症 恐怕就会找上你 那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 不喜欢熬夜 不睡觉 那些毒蛋白 就没办法被清洗掉 就会对脑神经济包造成损伤 睡得好百病解 睡不好百病缠 但完全依赖药物 也不是长久之计 真正以药物 直接要改变自律神经的 到不多 反而大部分的药物 对自律神经 是比较负面的影响 真正让自律神经 能够活性比较好一点的 其实是运动 所以说我们不能阻止 自律神经衰老 但要抗失眠生活 绝对不能偷懒 帮你 对我们来说